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螃蟹蒙鸡 现在先处理一下螃蟹 今天用了4个蟹 先打开蟹盖 去掉两边的蟹衫 嘴巴 肚脐 把小脚修一下 现在用清水洗去螃蟹两边的泥沙 把两边清洗干净 把大毛子也洗一下 好洗的白白的 现在将螃蟹进行改刀 一个蟹分成四半就可以了 这蟹还挺肥的 鸡尾已经提前剁好了 现在来准备点配料 蒜一分为二 姜切块 红椒切滚刀块 葱切葱段 葱白部分 葱叶切葱段出锅备用 香菜切成对半开 两段就可以了 现在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炒锅 把蟹和鸡肉煎一下 锅上热后 加油 下螺螃蟹煎一下 把鸡肉煎一下 把面煎一下 把螃蟹煎至变色 把它剩抽备用 锅里留油 现在把鸡肉煎一下 再把葱姜蒜加进去 再把葱姜蒜加进去 煸出香味 煸出香味以后 进行调个味 今天螃蟹焖鸡 我用黄酒焖 一小碗黄酒 来点生抽 胡椒粉 再加一小勺蠔油 加一小勺盐 再加一小勺白糖 再加这么两小碗清水 盖上锅盖 大火煮开 转中火 煮15分钟到20分钟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15分钟到我们打开盖子 再把螃蟹加进去 再把红辣椒 点缀一下也加进去 再次盖回盖子煮三分钟 时间到再次打开盖子 用大火稍微收一下汁 撒点葱段 现在就可以关火 准备一个砂锅 把炒好的螃蟹鸡肉 加进砂锅里面 盖上盖子再蒙30秒就可以了 好 现在打开盖子 撒点香菜 即可出锅 好了 今天这道螃蟹蒙鸡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